袁世凯的一生 袁世凯成功地将大院军李夏应送回了朝鲜 李中堂、李鸿章觉得袁世凯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效率确实很高 决定要好好栽培一下这个年轻的后生 10月28日,李中堂就给朝廷上了折子 请求太后老佛爷同意派袁世凯接替现任驻朝商务委员陈述堂的职务 李鸿章在折子中称赞袁世凯 说他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 还说他以前跟着吴长庆带兵去朝鲜 在朝鲜待过不短的一段时间 在平定朝鲜叛乱假身两次政变中都见有卓越的功勋 朝鲜各派势力对这个小伙子都很敬重 如果让袁世凯去朝鲜办差 那肯定是人尽其才再合适不过了 李鸿章还建议派袁世凯去之后 应该给他个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 让他监管朝鲜的外交 还让朝廷给袁世凯升官 想给他个支付的缺 等到将来有了缺能补 再提升为倒台 还请朝廷赏给他一个三品的头衔 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建议 自然是照单全收 10月30号 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权权代表 并以知府分发 尽先击补 四补缺后以道元生用 加三品仙 对于李中堂的大安大德 袁世凯那是感激涕零 立即给李中堂上书 表达感激和效忠之情 说 我本来是个能力素质都不够高的人 生怕自己能力低 不能担当重任 现在蒙中堂大人厚恩提拔 我只能仰仗大人您的声威 兢兢业业好好办差 干脑涂地 报答中堂的高恩 不会辜负大人和朝廷对我的期望 这个时候 袁世凯的唐书袁宝灵 却是对这个提拔又喜又忧 喜的是职儿升官了 也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 袁世凯的两位父亲和袁宝恒书父了 而且这对整个袁世家族而言 绝对是个好消息 所以袁宝灵也给李中堂上书 说了一句 两室受恩 一门戴德 这句话真精烈 也真准确 那么他还忧什么呢 袁宝灵考虑到当时的朝鲜情况比较复杂 大清在那儿呢 又没有驻军 担心宝贝侄儿去了之后 有危险 他甚至写信忠告过袁世凯 让他推辞去朝鲜的差事 袁宝灵叔父心里打算让袁世凯在海军混混 在浩瀚大洋上建立工业 可是后来呢 袁宝灵看到李中堂的意思很坚决 也就不好阻止了 于是呢 就叮嘱袁世凯要谨慎办事 认真工作 凡事都要听李中堂的指示 不要过于张扬和高调 可是此时的袁世凯 心里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谦虚 早就飘飘然要飞上天了 一下子升到知府的位置 还赏了三品鞋 而亲命出示朝鲜 这甭提多美了 他在写给自己二姐的信里就说 老弟我这次东渡朝鲜 事情虽然是棘手的差事 但是我却有信心办好 小弟我若是在内地当官 还不如去朝鲜呢 去了朝鲜 我好歹那是大清的钦差使臣 又有李中堂等朝廷大员的宝举 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 我才不到三十 现在就已经明阳中外了 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 给咱们老原家长长脸 1885年11月15号 袁世凯再次来到朝鲜 11月的朝鲜 天气已经是很冷了 但是袁世凯那颗火热的雄心 足以烫热一切 酷寒兼兵 袁世凯此番来 地位和往日大大的不同 以前他仅仅是 庆自营军中的一个小军官而已 现在他有了一个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 通商事宜的新头衔 这个头衔 地位其实不高 不过是北洋大臣的一个属力而已 对外 是不能代表大清帝国和大清皇帝的 但是袁世凯自己却把自己当成了上国派出的钦差公使 甚至认为自己是驻扎鼠邦 地位要比其他国家驻朝公使 那要高多了 袁世凯这回手里有一样宝贝 这就是李鸿章给李希的密函 密函中告诉李希 以后内政外交要开诚布公 不能搞小动作 遇事要多和袁世凯商量 所谓商量 实际就是请示 这个密函就是上方宝剑 袁世凯的身价顿时增长了数倍 可怜的国王李希看到这个密函 也无可奈何了 李中堂的话在朝鲜也好使 李希知道 此番来的袁世凯 地位早已非往日可比 所以必须另眼相看 袁世凯就是没有监国名号的监国 正因为如此 袁世凯一到朝鲜 就急于强调朝鲜是大清蜀邦的名义 摆出监国大元的架势 在汉城开府涉衙 遇事常常直冲王宫 对朝鲜文武大臣呼来喝去 态度傲慢 盛起凌人 一指气使 专横武断 在各国驻朝宫史面前 袁世凯也是自视高人一等 要是赶上宫史领事会议 袁世凯是从来都不参加的 就派翻译去参加 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 反清重臣 智世能臣 新政领袖 乱世枭雄 民国总统 卖国奸贼 红献皇帝 他如何在大时代中 忽围而出 登上权力的巅峰 读时有学问 为您解读袁世凯的一生 袁世凯在朝鲜表面上确实是风光无限的 但是朝鲜此时的局势确实也到了极为复杂和凶险的地步 那个泼辣女人敏菲和她的这派势力 本来就和大怨君李下印很不对付 简直就是水火不容 现在大清居然把大怨君给送回来了 那敏菲对大清还不得恨入骨髓啊 认为以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 臣服大清 那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此外 一些朝鲜官员也总在李希的耳边吹风 说朝鲜应该和俄国结盟来抵制大清 袁世凯在朝鲜执行的又是一条强硬的很过分的霸道路线 这就让李希和敏菲都有一种如芒在背的痛苦感 朝鲜对大清的离心倾向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1886年的8月的一天 袁世凯得到一个在朝鲜王宫的内线的密告 说朝鲜国王李希已经秘密致函俄国驻朝攻势 请求俄国派兵入朝保护 企图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朝鲜能够完全独立 袁世凯确认了情报的真实性之后 一个很可怕的决定涌上了心头 他立即打电报给坐镇天津的李鸿章李中堂 提出应该把李希这个国王废掉 重新找个姓李的当朝鲜国王 袁世凯的意思是要赶在俄国出兵之前动手 派出北洋兵舰在兵东渡收拾掉李希 袁世凯这边打电报 那边就已经开始动手收拾朝鲜人了 他叫来朝鲜当时的宰相 沈顺泽和副宰相金鸿吉 要他俩把朝鲜政府请求俄国人保护的秘密文件给交出来 朝鲜人当然不会承认 这俩人一口咬定 没这回事 要是有什么文件 那也是奸人伪造的 在袁世凯一番声色俱力的威胁说完之后 沈顺泽和金鸿吉两个人立即派人去俄国公使馆询问 问问俄国人知道不知道秘密文件的事情啊 其实啊 他们就是做给袁世凯看的一个秀而已 俄国人也懂得配合 当然 尸口否认有什么文件的事情 当袁世凯再次找 沈顺泽这些人所要秘密文件的时候 朝鲜人就用俄国人也不承认有什么文件的事来答复袁世凯 这下袁世凯更怒了 他又给李中堂打了个电报 请求李中堂快派大员带兵入朝鲜调查此事 并且说只要派上五百精兵就能废掉李希 还能抓住那几个罪魁祸首加到天津去问罪 袁世凯还是想废掉李希 这时候朝鲜政府也急了 竟以官方名义正式的宣布 不存在什么秘密文件的事 袁世凯一看也没敢轻举妄动 值得耐心等待着李中堂的回复 这边天津的李中堂也想废掉李希 但是李中堂又担心派兵强行入朝 必定会引起西方各国的责难 也会招致朝鲜国内的愤恨 况且当时北洋兵舰的力量也不足 军饷也比较窘迫 所以李中堂还不敢贸然行动 李鸿章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他派人去朝鲜检查电报线路 当然这只是个幌子 实际上就是来调查朝鲜的局势 此时朝鲜政府又送来书面材料解释 最关键的是啊 那个内线居然失踪了 这就没了人证 根本无法调查 李鸿章听到这些消息以后 觉得没有把握在朝鲜采取激烈的行为 所以就电令袁世凯要镇定 不要擅自行动 袁世凯也只好照办 不过呢 他还是有了点动作 他要求朝鲜国王李熙 召会各国 宣布 今后各国收到只盖有朝鲜玉玺 而没有袁世凯办公大印的文件 都没有任何的效力 朝鲜人现在也学乖了 马上遵命照办 这件扑朔迷离的秘密文件事件 就以这个结局收场 远在天津的李鸿章 也觉得这结果很满意 当然 他也觉得袁世凯办事能力 还是不错的 秘密文件事件 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袁世凯的心理 对朝鲜君臣肯定是更加不放心了 他要亮出更为铁腕的手段 在袁世凯的意识世界里 朝鲜是大清的藩属 他若是有任何想显示自己独立性的念头 甚至是行为 那都是对大清尊严的挑战 都是对宗藩体制的破坏 虽然袁世凯的文笔在国内不被主流学术界看好 但他这回 却在1886年10月上旬 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 这是献给朝鲜国王李熙和敏飞的论文 论文的标题就叫做 朝鲜大局论 在这篇论文里 袁世凯打了一个很生动 也很通俗的比方 他说 朝鲜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现在朝鲜却想脱离中国投靠别的大国 这就好比孩子要离开亲生父母 到别人家当儿子一样 袁世凯又说了 朝鲜现在有自己的君主 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军队 所谓陈属于大清 也不过是礼仪上的宗藩关系而已 李熙两口子看了这篇论文 心里很是不爽 此时的朝鲜民族 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 无论是李熙这伙的 还是敏飞那帮的 甚至是大怨君这一波的 都有种强烈的自立倾向 他们很反感 很抵触袁世凯的这篇论文 但是面对这位虽没有监国名头 但却是铁腕监国的袁世凯 这种不满没有外露出来 但是怨恨在内心一直积蓄着 袁世凯读书不多 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强势立场和霹雳手段 可以压服李熙两口子 他没有想到这种威慑下的屈服并不可靠 反而为自己的成功洋洋自得 他在给二姐的加信中说 老弟我现在是支手称之东方大局 远在天津的李中堂得知袁世凯有点飘得过分了 就写了一封信把他狠训了一顿 这一回袁世凯才低调下来 1887年8月 朝鲜国王李熙派出朴定阳为全权大臣 出使美国 赵晨熙为全权大臣 出使英俄德义法五国 袁世凯听说之后 立即向国内的李中堂报告了这个消息 李中堂责任给李熙打去了电报 要求他首先向大清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请示 得到批准之后才能派出使臣 其实大清并不在意朝鲜派人出使外国 指示这手续不合法 李熙呢 则完全没有理会李中堂的指示 密令朴定阳和赵晨熙两个人离开了汉城 袁世凯知道以后啊 立即直冲王宫 要求李熙马上把这两个使臣给追回来 李中堂此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让李熙命令朝鲜出使大臣 每到一国 首先要拜业大清驻该国的公使 然后由大清公使领着朝鲜使臣 再去该国的外交部门 李熙是照办了 但是他的命令没有得到贯彻 朴定阳到了美国以后 装病躲在宾馆里 并没有去拜见中国公使 袁世凯马上让李熙将朴定阳给调回来 严加惩处 那个奉命出使欧洲的赵晨熙听到这个消息 干脆就待在香港 没敢去西欧 1889年4月底 朴定阳从美国回到汉城 李熙正打算任命他当外属署办 也就相当于外交部长 袁世凯一看 如果这个任命实施了 那么滞留在香港的赵晨熙 肯定也会马上启程去欧洲 袁世凯就要求李熙 打消给朴定阳升官的打算 而且要严办朴定阳 李熙答应不升官了 但是没同意严办 袁世凯则坚持要办 根本就不和李熙讨价还价 最后国王屈服了 将朴定阳撤职 并禁止其日后在外事部门供职 袁世凯在朝鲜执行的是一条铁腕的强势路线 他想做的只是维护大清的上国尊严 而李熙呢 他不过是要自尊的生存和自我的证明 他感觉到拥有三千里锦绣河山 却要向别人屈服 这实在是屈辱 袁世凯没有错 李熙也没有错 他们的冲突是信念的冲突 在大时代里 他们都不过是浪花一朵